花林县政府教育处再度招检调搜索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人员 在昨天下午前往教育网络中心 搜索教育处执行秘书简红仁 他办公室还有住家并带回征讯 以违反采购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今深宴讯后以50万元交保 另外两名厂商柳俊龙还有詹唐富 各以30万和50万元交保 教育处教育网络中心业为办理机房硬体以及系统规划 各校教学软硬体设备规划 数位机会中心营运督导以及考核 创客教育软硬体以及教材制作研习规划推广以及辅导 教育行政人员认定为全校校园入口网络推广 检调人员怀疑简红仁主办107年花林县中小学 资讯科技教室电脑采购案时的时候 由涉嫌违反采购法指定规格厂商 在花林地检署检查官的指挥之下 到教育处教育网络中心搜索 并且带回剪辑厂商等商人征讯 讯后移送花林地检署 今深夜讯后以50万元交保 另外两名厂商刘俊龙以及张潭富 花林县政府教育处今年接连涉嫌弊案 教育处长刘裕仁人以及花林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等人 六位因涉及采购弊案 遭法院裁定羁押资金 上个月花林地检署依犯刑罚 泄漏国家以外秘密罪嫌 以及违反贪污知事条例提起公诉 目前在法院审理当中 记得转发 欢迎欢迎订阅 到复杂了